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之前就是一个多月了就在我妈手线上睡觉 睡好我妈给它放下去 我妈才能回去她自己睡觉 就是正好有一个朋友是专家 就把视频啊还有一些照片发给她 然后他们后来接那个水盒 6月9号他们回来接着 然后跟动物园挺好的 然后动物园在现在的食量也很大 而且感觉比送走的时候很大了一点 然后专家说的可能会留在动物园的展示区 等它长大一些 然后可以有野化的 然后力量可能要演唱 所以这个还没有最终的确定